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8月8日,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直播播报两则新闻,一、CNN警告,若解放军踏上香港街头将至灾难性后果,二、货币战习近平要让中国卷入更凶恶的厮杀,新闻取资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CNN警告,若解放军踏上香港街头将至灾难性后果文章来源,法广于2019年8月7日,香港反送中行动规模持续扩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说,目前虽然无非常确切的证据指出北京当局计划镇压香港民众,但是这种潜在危机引发的恐慌心理已经在香港市民间蔓延。 如果北京当局真的决定让解放军踏上香港街头,最终恐导致灾难性后果。 CNN说,从数据上来看,中国虽然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目前却在与美国的贸易大战中疲于奔命。 而且身为前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因其特殊地位,一直拥有着世界最重要金融中心之一的良好声誉,并在过去数十年内让中国经济受益匪浅。 不过,隶属中国军方的驻港部队一旦踏上香港街头,恐怕导致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经济出现重大灾难。 CNN引述多名专家分析指出,若北京当局真的派驻港部队实施镇压,香港的股市会应声而倒,其次房地产市场会崩盘。 接着再出现大规模的逃亡潮,香港长久以来所谓安全与稳定的商业地位将彻底崩塌。 大量跨国公司将撤离,即便不会完全放弃在香港的业务,但是出走新加坡将可能成为主要趋势。 香港金融局之前公布2016年度数据,中国有高达61%外国直接投资是来自香港。 有鉴于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十年间一直得利于香港的特殊地位,因此香港一旦崩塌,中国势必受到严重波及,进而导致灾难性。 难以回复的重大伤害。 二,货币战习近平要让中国卷入更凶恶的厮杀。 图文章来源,法广于2019年8月7日美中贸易战是一系列误判的恶果。 从最初的几百亿惩性关税,达到现在所有的中国输美产品都极可能被特朗普克质疑关税,很难说习近平没有误判。 现在,北京使出更危险的一招,让人民必破期。 分析指出,这是预备打货币战甚至引发金融战的危险招数。 美中贸易战是一系列误判的恶果。 从最初的几百亿惩罚性关税,达到现在所有的中国输美产品都极可能被特朗普克质疑关税,很难说习近平没有误判。 现在,北京使出更危险的一招,让人民必破期。 分析指出,这是预备打货币战甚至引发金融战的危险招数。 历史没有如果。 如果习近平旅行12月1日特席会承诺,不要在5月份毁期,不会发生特朗普对2000亿美元产品课征25%的高税。 如果习近平旅行6月底大阪特席会承诺,特朗普不会宣布对全部中国产品准备从9月1日起课征10%的关税。 特朗普穷追猛打,习近平决定全面对抗。 中方宣布,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针对特朗普的农业票仓猛攻。 显然,中国的反应显示对谈判已不抱任何希望。 当然,中国对特朗普败选仍然抱着希望,要不专门押保大豆战略,封锁特朗普的票仓。 据指出,大豆期货价格已下跌四分之一。 美国农业不估计,近一半美国农民已经陷入了亏损状态。 然后紧接着发生了让全球股市大震荡的事情。 人民币汇率破七,让人民币汇率破七。 启动贸易战,这是一招绝少使用的危险武器,效果强烈。 华尔街狂跌,世界股市狂跌,人民币汇率破七,会使得特朗普对华关税效果顿减百分之十。 就在头一天,纽约时报分析还称,官方将不得不面临让汇率下跌过快的风险。 这会在中国引发恐慌,导致资金外流。 看来,北京已故不得考虑这么多人民币破七以及中国央行发表的相关谈话。 终于给特朗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他把竞选时要把中国列入贸易操纵国的承诺落实。 美国财政部已从未有过的快速度宣布,中国被列入贸易操纵国。 中国央行在汇率破七后发表指责美国的声明,这被美方解读为明显的操纵货币报复美国的姿态。 美国财政部随后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 现在,中美两国、世界经济都要承受这场越来越恶化的贸易战的恶果。 法国世界报担心货币战如果全面爆发,最后会使欧盟遭殃,更大的担心在于货币战转化为金融战,后果将无法估量。 经济状况明显恶化的中国打贸易战的本钱在哪里呢? 习近平指望拖到特朗普下台后与他的继承人在谈,谈出一个比较有利中方的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一则很难保证中方的策略奏效,二则为此硬碰硬付出的代价恐怕太大。 即便特朗普不能连任,他还有整整一年半的任期。 中国与特朗普死硬对抗,特朗普其肯善罢。 学者何清莲指出,从当前世界贸易结算体系来看,美国拥有可掌控贸易支付的全球金融控制系统和兑换交易的金融支付结算系统,美国财政不可实施金融制裁。 如果中美贸易战延伸到金融,资本市场的制裁甚至汇率战,可能出现资产被冻结和特定商品的世界贸易被禁止等情况。 习总的思考题,买大豆核算,还是打金融战核算?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分析,特朗普班子里有一批鹰派,他们不满足于打贸易战,他们还想打金融战科技战,打全面冷战甚至不惜局部热战。 特朗普本来还不算鹰派,他主要关心的是打赢贸易战,如果中方能给他一个看上去不错的协议,他很可能就满足了。 所以对中共而言,让特朗普在贸易战上赢一把反而更合算,即使不考虑特朗普的后续反击。 分析人士指出货币贬值的潜在风险很大,理论上讲,人民币贬值了,中国的出口产品就更有竞争力,可以部分地弥补中国在贸易战中的损失。 但是,由于中国外债增长速度非常之快,2017年增长20%,2018年增长12%,中国的债务率上升速度全球第一。 根据国际机构的研究,官方公布的数据仍然大大低估了外债水平,总的外债数量可能在3万亿到3万5千亿美元,比官方公布的高处1万多亿美元。 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截至6月,大约是3万1千亿,因此,人民币每贬一点,这些美元外债的成本就会增加一点,中国企业承受的负担也会相应增加。 一旦突破临界点,就会引发违约潮,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打击。 专家指出,债务率的上升速度是决定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决定因素。 另外一个危险是,如果市场形成人民币将不断贬值的预期,就会产生资金外逃压力0.2015-2016,由于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贬值,引发了一波资金外流潮。 中国政府后来动用了1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稳住人民币汇率。 有分析人士以为,习近平不太考虑这些技术性问题,否则贸易战不会打到今天这种地步。 习近平相信,与大豆卖不出去就会怪怨特朗普的美国农民相比。 中国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时评人士胡少江分析,造成习近平误判的根源在于体制内外的舆论疑虑。 在党内,谁怀疑习近平的对美战略已经成为是否维护习核心的重大政治问题。 而官媒以及所谓的智囊,只说领袖愿意听的话,到处宣传贸易战美方损失更大。 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决定了中国对贸易战有巨大的承受能力,让高层陶醉在一个自我营造的幻觉中。 中方似乎也在做最坏打算。 纽约时报评论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已号召中国民众为困难时期做好准备。 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七点,晚上七点半,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拜托您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计时驾赞助播出,订阅电话510-465-1888。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计时驾赞助播出,订阅电话510-465-1888。